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息现在确认是会议还没开完 今天应该还在开 然后的话会议好像进展比较艰难 就是说可能最终在本周末会举行一个投票 决定是否推出具体的刺激计划 到底是期限500亿还是怎么样 我想刺激计划可能会推出 但至于说细节可能还是在商议当中 那如果是这样推出的话 是不是对欧元还是会利多 因为我们在上周的话 其实我们聊到了 如果是欧洲方面推出这个刺激计划 可能对于欧元来说是利多的 因为恰好美国也要推出 就是对美元 如果美国推出的话 是对美元是利空的 那么我们先说欧元 如果就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在细节上可能有所改动 我想的话细节上的改动可能是会减少整个的金额量 因为之前的这个预估是5000亿欧元的这个无偿贷款 如果是比如说减到3000或者减到2000 这样低的一个数字 如果可能通过的话 那对于欧元来说 是不是还是有相当相应的这个利好 对现在确实呢 市场我想对于包括整个欧洲也要 还是说现在我们 就是说现在欧盟分两派 一个是叫节俭五国还是节俭四国 也就是以荷兰为首的 包括几个国家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急需要刺激的 以意大利为首的西班牙和希腊的这些国家 那现在可能全程点的要点就在于 节俭四国他们认为没必要那么大的这个 这么大的刺激 而这个以一大利为首的 他们认为说需要更大的刺激 而法国和德国也就是轴心 那么他们在尽量的在撮合这个事 所以说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刺激法案 我想它一定会通过 那么至于说这个额度是多少 但是从现在目前整个欧洲的情况 我们就我认为啊 这个数量应该不会小 因为从现在复苏的情况来看 好像从经济数据来看 欧洲的复苏情况比美国要弱一些 包括说现在欧洲的各大投行 对于欧元区经济的一个 特别是2020年的经济的一个展望来看 相对是偏悲观的 或者说慢于全球其他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量应该不会少 那同样也就是说 市场可能给的预期是7500亿 那最终可能比如说6500亿 或者说以比如说贷款 无息贷款的方式 这个额度减小啊 那可能多少会有会限制一些涨足 但是我觉得对欧元来讲 利多的这个局面 可能不会有太大改善 不会有太大改变 这是我的想法方式 对其实恰好欧元在上周 创出了天图级别的这个新高 从目前来看的话 在四小时级别上 或者说在天图级别上 现在都应该是一个 处于上升趋势当中 那么如果我们说的 这一个逻辑能够继续的形成 那么欧元呢 应该继续向上的概率 还是应该存在吧 对 我是认为还是偏乐观一些 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大家还是要适当注意一下 对 当然了 就是你我们错交易嘛 当然就是这个 可能自己会有一个观点 或者会倾向于某个观点 但是关于这个观点的防守 应该来说也是 每一个交易者的一个必修课吧 是是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您刚刚讲的说 撇开美国的刺激 撇不开是吧 对 撇不开 欧元的走势 怎么类都撇不开 美国接下来第二轮的刺激方案 然后从最近的一些市场的一些传闻来看的话 美国这一轮其实估计也是蛮吓人的 对 因为现在美国在上周 当日新增病例超过了7万 又创了一个新高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 这个美国的政府可能需要的这个放款会比预期多很多吧 因为之前其实大家都没预计到美国的疫情状况会这么的坏 是 然后市场现在还有一个关注的点 就是我们也知道 接下来下半年 市场的可能比较大的焦点 会从疫情转移到了美国总统大选 那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 对于这个好像从利益的角度来看 推动实施刺激 新一轮的刺激是两党的这个共识 或者说它的共同利益所在 所以说可能美国的这一轮刺激的概率 从现在来看 可能不比欧盟的要低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未来 可能对于欧元的交易来讲 需要参考的一定会纳入进去的一个 要参考的一个方向 对 那其实说现在欧美的话 还是受到两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欧洲本身的这个政策 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在未来的十天 即将会推出的政策 那如果其实欧元真的上涨的话 那么其实美元指数可能会走出一波熊势 如果有看技术面 可能大家都会多少都应该有一些注视 就是说美元已经运行到了非常关键的关口了 是吧黄老师 对 是的 对 就是说有可能如果说通过比如说欧洲的这个刺激法案 或者美国的这个法案 就是这个刺激措施的推动 那么出现了比较大的力度的这个下坡的话 我想确实很有可能头部就已经成立了 对 那如果因为其实欧元指数占了 就是欧元占了美元指数的绝大就是最大的一个权重 如果欧元是上涨的话 那么其实其实美元指数大概率还是是下跌的 那么除了这个会市之外 因为刚刚我们谈了会市当中最大的一个产品 欧美也谈了这个美元指数 那么对于股市你怎么看呢 特别是对于美股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这一次这个推出这个刺激政策之后 就是第二轮的刺激政策之后 然后美股还会继续的上涨 我其实我上次我没有讨论过类似的观点 我的观点呢 我觉得就是说从刺激政策出来 那么可能对于短期内股市的影响 不一定说是会出现比较大的 对股市来讲说比较大的提振 但是从长远来看呢 我觉得市场上资金太多了 也就是说很意味着股市可能还会先去 宣企一轮上涨 从长期来看 直到美国的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阶段 可能就是说这个之前我想美股可能还会上涨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 其实闲散的资金在接二零三的放水过后 也没有太好的叙述 其实你说到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这些闲散资金的问题 我想做一个补充 这个在三月份开始 就是这个美联储就放了很多的货币出来 当时的美股是暴跌之后存在的一个超低的机会 然后很多资金都超低美股 现在美股基本上已经就是基本上吧 就是回到了就是疫情前的这个指数的高度 那么现在美股还值不值得继续买的话 其实我想随着美股越涨越高 这些资金可能心里的那种 可能就会越来越心虚吧 这些这些资金 对 所以我是认为说现在美股面临 就是美国的这些资金 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资产配置 这个我们上一次上一期里面也有聊到 是到就是就类似的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新兴市场或者亚洲市场的股市的表现 最近明显长于美洲或者说西欧的一些走势行情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其实全球性的资产确实在 就是说美国的资产确实在寻求全球性的配置 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包括说A股的走强配合人民币的走强 那么这个在资金流向上多少是可以折射出来 资金有往A股市场去流动的迹象 特别是外部资金 所以美股现在相对A股处于一个高位 那再加上北京方面 就我们国内对疫情的控制也是比较有效 复苏也是相对领先于全球主要的市场经济体 那从这个方面来讲亚洲显然比美国会更具吸引力 那所以说可能第二轮突击出台过后 除了一部分水会流向于实体的经济的这个 就是说扶持以外 我想可能还会有一部分是会流入到新兴经济体 或者实施这个亚洲来或者欧洲方式 对 其实如果像总结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东西的话 也就是说美国的资产 就是美联储不断放钞票出来之后 这个美国的资产现在面临着一个全球化配置的需求 如果美国的资产要全球化配置 那么美元就是处于一个刚才所说的大概率的向下的一个趋势 对 然后其他的就像新兴市场这些 当然这个有价值的资产了 对吧 我们回头再讨论哪些资产可能会受到追捧 就是这些新兴市场的资产可能就会受到美国 或者是其他甚至欧洲的一些资金的追捧 然后呢会出现一个这些国家的一些优质资产的牛市 我想接下来 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就是说我们不具 就是说不作为投资建议 但是我觉得黄老师您说的这个 确实有可能助推A股这一年牛市的下一阶段的 这个比较常劲的一个因素 或者说推动它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 其实我补充 我再补充一个 其实港股也是值得考虑的 港股 对 因为这两天又传出一个消息 说这个马亿金服要在A股和在港股同时两地上市 是 收新美金 对 因为现在A股 它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A股和港股变得很奇怪 A股呢有20年前的中国的核心资产 比如说是钢铁 银行 这些20年前的核心资产 那个时候中国的股市刚刚发展 然后现在正在赚钱的这些资产 其实是在香港上市 主要是在香港上市 比如说这个阿里巴巴 或者是小米这些 在香港上市 或者京东 对 最近炒得很火的 这个关于什么5G啊 什么芯片啊 那些东西 其实是 现在是在中国是不赚钱的资产 我们其实就像您讲的说 关于中芯国际 最近一直是在市场的风口浪尖上 因为确实它承载了太多的市场的话题在里面 那我们其实如果深入对这个企业的了解的话就知道 其实它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扶持 国家扶持的一个企业 那既然是扶持说明它本身运营的 或者说它引力能力 就像您说的 它本身可能还不是赚钱的企业 应该来说 现在就是在A股市场上炒得很好的 这些大部分的企业 其实是十年以后可能赚钱的企业 但是不是现在 对 是很有 从现在来看 现实就是这样 对吧 无论你5G也好 还是这些芯片也好 其实你真正的要发展 真正要落地 真正的形成一个产业化 真正要盈利 它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如果就是 就像刚刚才所说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的资产分为三 一个是20年前的资产 一个是这个 现在正在赚钱的资产 一个是未来会赚钱的资产 那么其实香港呢 现在存在的更多是 现在正在赚钱的资产 现在正在赚钱的 是 对 然后我们也 我们也看其实港股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由于政治因素呢 在过去的一年多 被长期的压抑 压制 然后同时 相对于 我们说无论指数也好 还是一些个股也好 它的估值相对 还是比较低的 那随着国安法 推出来过后 然后香港的社会 会逐步恢复平静 那我想港股的 它的这个吸引力 还会进一步地 显现出来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 基础的逻辑吧 对 如果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 其实是 无论是内部的环境 就是包括中国和香港 自身内部的环境 以及外部的这个 这些资金的这个配置需求 其实港股的话 应该来说 处于的地位 很不错 当然 就是往性地讲 也不能过于盲目地去 就是说 还是选择时机 那么现在其实 特别是 这个国安法 它触动了整个西方 社会的神经 那么其实 但是因为香港的位置 确实太重要 以至于 现在有一些 西方的一些反制措施 也还没有完全说 比较明确的出炉 那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想它们不太 就是不会有太过激进的 比如说像港元 港币和美元的 联系汇率的脱钩 这一些比较 比较恶劣的情况出现 那我想就会 随着事件的平息 会慢慢地 出现比较好的 买入的机会 当然如果说美国 接下来 如果它要去冲击 港币和美元的 联系汇率制度 那我想对于 港币来讲 还是会出现 对港股来讲 还是会出现 非常大的冲击的 或者利空的 对你说的这个 我想可能就是 最近影响 港股的走势的因素 因为其实在最近 恰好港股的走势 比A股的走势 要弱一些 嗯 是的 对 确实就是当下的 这种制裁也好 反制也好 可能会对港股 产生这个影响 所以具体 就刚才的 我们可能讲的 都是一些 稍微偏宏观的 一些大事 但如果落 如果我们落地 落到这个操作的 细节上的话 可能这个具体的买点 可能需要去 细化一下 所以这类 需要同时 进一步做 更详细的一些 方面和计划 嗯 对 那其实像 今天这么一讲的话 我感觉 会市也好 股市也好 基本上都已经 讲完了 嗯 那我们最后 再回顾一下 黄金吧 因为黄金 是我们绕不过的 一个话题 最近我明显 有个感受 最近关注 黄金的朋友 少了 嗯 我觉得 可能是好事 对于黄金市场 来讲 你的意思是 站在商场的角度 来说这是好事吗 嗯 对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 关于市场 筹码的分布 或者说整个 这个市场的热点来说 其实 从现在 整体的黄金的 这个走势来看 特别是大周期 还是比较支持看涨的 对吧 这个有没有问题 就是包括从周线 或者月线级别来看 保持着比较完好的 上涨形态 对吧 嗯 对 所以 那当然 我认为市场过热的时候呢 反而 就像前段时间 大家一直在关注 反而黄金并没有出现 比较大的涨幅 那 这个一方面来讲呢 缺乏一些 根本性的推动 事件或者说 一些根本原因的推动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证明就是说 其实 我想机构 应该还是 黄金市场里面的主角 所以我觉得 未来要用 像黄金这种品种 它应该用更长的眼光 来去看 而不应该说 比较短暂去 市场我想 不会 不会 太喜欢这种 相对比较偏短线的 投资者的 我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说 我觉得当市场 恢复瓶颈 不一定是一个 对于 看 就是说黄金的 多头走势来讲 不一定是一个坏事 对 你说起 你说起这样的话 我就想起 在黄金刚好突破 就是疫情之后 刚好创出新高的 某一段时间 那个时间段里面 关注黄金的人特别多 但其实那个时候 黄金反而是 走的是震荡走势 对 我是认为就是说 散户的买入 其实我们认为 大家关注 主要还是看 散户的关注程度 那么作为机构来讲 他们本身 我最近也在看一些文章 一些分析 那么最近现象比较明显 就是股市 特别是A股 或者美股的走势也一样 跟黄金基本是同步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从机构的角度来讲 它一方面 做多风险资产 另外一方面也在做多黄金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 它兼具了几种逻辑在背后 所以 我更看好机构的 意图和想法 但是我觉得 散户的想法 我认为我是更 我心想也别忽略它 去除掉一些噪音 其实刚刚你说的 对于我们来说 很有借鉴的意义 也就是说机构在买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股市 机构在买入股市的时候 可能会同时 寻求一些风险的对冲 那么黄金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能就会充当 这个对冲的角色 对然后今天也有 今天也看到一篇文章 因为这个我们也是 看有的时候会给一些 会给我们一些灵感 就是他认为呢 现在其实 避险类的资产 在不受 就是说没有 我们之前有聊到 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黄金是不受任何 其他因素所制约的 然后避险类资产当中 国债因为 美国国债现在价格 已经非常低了 就收益率非常之低 然后包括你说 日元也好 或者说瑞朗也好 那这些传统的 避险的货币呢 实际他们受央行的 控制也比较严谨 会比较强一些 所以说没有了国债 没有了这些避险货币的一些 有优势的 吸引力的一些地方 那么避险资金啊 其实还会更 倾向于说 在不确定性面前呢 还会跟倾向于说黄金 然后还有就是 抛开避险的这一块呢 那通胀这方面的 就是益期 依然对于黄金来讲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还是有非常强的基础带 所以我认为黄金 可能即使涨不上去 那么它应该也跌不下来 好的 其实这个整个逻辑 这么说下来的话 其实黄金应该来说 也还是有很 未来还是有很多的希望吧 我想 至少你这个 作为对冲产品而言 的确现在可以选的 对冲产品实在是 就是风险对冲产品 的确是太少了 对 就我刚刚讲不能说避险 但我们只能说 风险对冲产品 那么黄金是比较合适的 对 不说避险 对 好的 好的 那其实今天我们基本上 把整个的 进入上的逻辑 大概都聊了一下 也包括了黄金也好 欧元也好 或者是股市也好 那行 今天感觉 整个的话题都 都说到了 那要不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OK OK 可以 OK好 谢谢邱老师 也谢谢大家 也今天的 专业一加一到此结束 我们就下周再会 谢谢 谢谢黄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再见 谢谢 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